你以為龍族沒有歷史嗎? Let's go!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凱 歡迎回到什麼時光記憶 在上一周我們帶大家回顧了以魔族為主的歷史發展 不過有非常多人在底下留言敲碗他們要看 龍族的歷史 你們是不是真的以為龍族沒有什麼發展歷史? 嗯沒錯他還真的沒有什麼發展歷史 沒有啦開玩笑的 其實龍族作為五大種族的其實種族 他還是有一段輝煌的過去的 那麼今天就跟著我的腳步帶大家從龍族的起源 一路到最頂盛的十七八 GO! 其實最早的神魔並沒有龍隊的概念 最早大家都以純色作為主隊主要的方向 最著名的有北歐為主的純色隊 或者是獸隊為主的黑狗隊 於是在早期 人、龍、妖這三個種族比較偏向於隊員的取向 而龍族又是隊員選擇中最具特色的 他的超高血量讓整隊的穩定程度提升了超級多 不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回復力真的低到很可憐 更甚至還有各位數、雙位數的回復力出現 於是龍族就這樣子默默當了隊員好一陣子 那麼在早期的龍族有兩個比較完整的代表系列做 分別為防龍系列以及雙周的機械龍系列 還記得當初第一次接觸到機械龍雙周的時候 那可是比現在的地獄集還好難打過的一個程度 但如果要提到早期的龍族 其實還有散落在埃及神州的賽特以及蘇 那這些遠古的龍隊成員們 則是負責起整隊的血量擔當 讓整隊可以到達一個更穩定的主隊概念 那麼首次的龍隊終於被大家有一點點注意到的是來到了神魔2.0改版 在這個改版中推出了全新的龍隊系列 異界龍系列帶來了全新的隊伍技能 回復力增加150點 這也讓異界龍成為龍隊回復力偏高的一個系列 在這波改動中最矚目的是暗異界龍 其中他的主動技能更可以直接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在面對當時候高防禦力的小丑更是直接的擊破 不過接下來才是龍族正式起飛的開始 神魔3.1改版推出了全新的龍隊系列 龍石登場 其中的暗龍石諾瓦利斯 推出了全新概念的龍族技能 龍力招來 把正對龍族的攻擊力都聚集到自身的身上 再使用水龍使烏蘇拉龍魂共鳴 把這聚集來的龍隊攻擊力分散給所有的龍隊成員 於是龍族的終極大爆發正式誕生 同時烏蘇拉的隊長技能 嗜血龍王 讓你在攻擊敵人的當下即可以直接回復等值的生命力 達到了攻擊即是防禦的全新型態 緊接著來到神魔4.6版本一張改寫龍隊歷史的卡片 登場 龍族瘋王 毒龍尼德霍格 尼德霍格的登場讓神魔最高血量的隊伍就此誕生 在隊伍技能的協助底下甚至可以直接突破4萬血量 這已經是當時全神魔中最高血量的隊伍了 但隨之而來的副作用 就是毒龍自身的卡片回復力是0 沒錯是完全捨棄掉回復力的一張卡片 但是還記得剛剛提到的水龍使嗎 這時候水龍使完全的派上用場 一直吸血一直爽的特性 讓你即使回復力歸零的情況下 你仍然是可以靠著輸出來直接的回血 於是在龍使的support底下 毒龍又再一次把龍隊推向一波高峰 再來龍隊沉睡了好久好久好久 那麼一路要到神魔6.0 該版推出了全新的龍珠心態 龍達隊登場 要講到龍達隊之前 必須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 在神魔6.0改版 其實是一個以異界龍為主的改版內容 那為什麼跟打擊有關呢? 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底下 叫做打擊之塔 沒錯只要你擁有單邊非常強的隊長 基本上你副隊長搭打擊就沒錯了 所以在異界龍解放的當下 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會想到 副隊長搭打擊會發生什麼事 這不搭還好一搭發現不得了了 直接創造出一隊怪物隊伍 暗翼界龍作為隊長是當時十分罕見的 兼具符石的效果 要知道在那個時候 兼具符石的效果 這一種是非常稀有的主動技能 比如說貓公爵系列 就是以這種主動技能作為他們主要的核心價值 然而這麼稀有的主動技能 這次卻移植到了隊長技能 也就意味著你每回合都擁有兼具符石的效果 於是暗翼界龍新兼具暗的特色 讓這一隊的攻擊珠子源源不絕 然而更強大的在於 他與原本的龍屎系列居然擁有隊伍技能 彼此的生命力攻擊力的加成 讓原本龍隊暗龍使為主的配置就已經很強大了 現在是更加的強大 暗龍使跟水龍使就成為了這一隊最主要的制服隊員選擇 於是龍達隊真的稱霸了神魔好一陣子 於是神魔想要趁著這股氣勢 多推出一點龍隊不一樣的玩法 接著來到神魔8.1改版 蘇醒的遺物 古蹟元龍登場 但這卻是龍族改版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當時的改版並沒有引起太多玩家的共鳴 原因就在於 當時推出了一個全新概念 神龍隊伍 這隊便標榜著以神族龍族為主的主隊概念 但這樣的主法基本上背棄了以龍族為主的龍隊概念 也就意味著你不能再用龍使系列作為主要的隊員選擇 那麼講到神 大家自然而然會聯想到北歐或者是希臘神 也不會刻意的去組神龍為主的配置 於是神龍為主的隊伍特色 在當時不被大家所接受 那麼圓龍系列唯一謹慎的特質就在於他們主動技能其實是各有特色 也比較適合作為隊員取向 於是明明主打著以龍隊為主的改版內容 就這樣子在乏人問津的情況底下 這個改版就逐漸的過去了 其後來到12.3零獸意識改版中居然推出了一個龍隊隊長 童玩 童玩的出現讓龍隊有了不一樣的玩法 每一個成員加上了400的回復能力 童玩是龍隊少數可以靠新珠回血還不錯的隊伍 於是玩家在這個時候終於想起了 喔!原來還有龍隊這個隊伍喔! 童玩可謂是龍族興盛的第一步 接著那條沉睡的巨龍終於要清醒了 14.3版本宇宙序章系列推出全新的龍隊隊長巴龍 巴龍直接找回龍族當初的龍藥 除了隊伍很適合搭上暗龍時以及水龍時的暴力主法之外 直接的靠手轉天降暗珠更是讓攻擊珠子完全不缺 每回合高康加上本身隊伍高血量的情況下 這隊唯一的缺點只是回復力 但本身隊伍特性又直接的可以讓你吸血 也就意味著只要你能夠輸出這一隊 高攻擊、高回血、高血量 直接成為當時崩壞的一線指標 甚至強度直逼 同期黑金唐三丈龍隊在巴龍的出現之後 真的找回了當初龍藥的感覺 當然同期還有推出龍隊隊長道羅斯 但道羅斯比較不是以龍族為主的組隊方向 而是更強調龍、獸、妖三個種族的組隊概念 不過他的概念其實跟巴龍又有點不太一樣 他是可以靠你的手轉幫你撸出光珠 也就成為了當時速刷的一線代表 於是龍隊這兩個強勢隊長的出現 讓龍族直接成為了當時最強的傳說之一 但龍族進步的腳步不會就此停歇 緊接來到蛇魔18.0改版 全新的龍隊黑金青龜登場 青龜的登場也讓龍族的強度有了不一樣的詮釋 他是唯一一張黑金可以變身的角色 能夠變身也就意味著他擁有多段的爆發能力 不停開的主動技能除了可以幫你轉出大量的龍族珠之外 也帶有自身的界王拳傷害 於是傷害就成為了青龜大家第一個最大的印象 然而他在回復力方面也有新的玩法 透過消除龍族珠來回復指定的血量 也就解決了龍族一直以來為人詬病的回復問題 不過這隊主隊倒是真的蠻特別的 透過變身居然整隊的血量會變少 我想這也是官方設計的惡趣味 或更甚至說這是為了關卡不一樣而去做調配 假設你在遇到90%扣血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利用變身這個手段 解決一望龍隊最頭疼的一些盾牌 於是青龜又再次的帶領龍族走向新的高度 但我相信龍族變強的腳步現在才正要開始 好那麼以上就是到現在為止 龍族一路走來的辛酸血淚時 只能說龍族雖然是作為元老級的種族之一 但他的發展說實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遂 畢竟他的卡片總數還比那剛興盛來的 機械族還要少耶 所以官方真的要重視喜歡玩龍隊的玩家 你也一樣喜歡玩龍隊嗎? 那你就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 你對於龍隊未來有什麼更多的期許 說不定官方看到這部影片就會想起 嗯?好久沒想起來的龍隊隊伍囉 那麼我們在每週二的晚上七點鐘 都會帶大家一起回味之前的神魔之塔 那麼在下一集大家想要聽的種族回顧是哪一個種族呢?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那如果說你想要看到下一集的時光機內容 你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 如果說你想要看到我們之前做過的系列作 你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 那麼我們就下集的種族回顧再見囉 大家晚安掰掰 pegИ 我快點支持我 如果去那邊 Panel 就跟我喜歡 我們當然 Azٍ veterans 散血 如果我是可以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